幕后英雄当如此 邓超本着干杂的心态当导演 昨天晚上邓超与导演陈可兴 明道桃红等明星在上海出席 某名表举办的幕后英雄盛典 除此从幕前转做幕后导演的邓超 说到自己导演的第一部戏 不禁侃侃而谈起来 不过言谈间看得出来 邓超对自己的导演才华非常谦虚 我现在已经在做 分手大师这个电影的导演 虽然我是抱着一个干杂的心态 干杂的心态 有这样的导演吗 还在干呢 也不像核心导演 核心导演是干一个诚意 我们是干的 谦虚 谦虚 跟核心导演也同时很多 据说除了当导演 许多幕后的杂伙 邓超都想一一尝试 像这样跟手下的人 打成一片的导演 实属不太多见 我跟每个部门的人都 打个火热 经常被拿着刀去录音 然后也想去拉威亚 然后有的时候也想去 拿着机器去拍一拍 很有好奇心 基本都是静坐不动的 不开机坐完 摸 摸 摸